我花斑斑 留在爱你 他把我一个人跑在这里 算什么回事吗 对不对 叔叔 爱哥姐妹 你们说是不是 就跟带我一起走不好吗 对不对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但就是不想让 不想让老板他们 这样麻烦 老板他们知道吗 哥哥姐姐们 我是知道的 他不想麻烦老板 又出这样子的事情 又出那样子的事情 我儿子姐不想这样子了吗 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 对我儿子姐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 但是我现在 好好的想弥补一下 他太辛苦了 我儿子姐太辛苦了 叔叔爱哥姐妹 又搞这又搞那了 对不对 他这么辛苦的 农历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 对吧 过上更好的生活 对不对 他小平平 但是我 而且我们现在过得也挺好的 结果呢 又又又又有这个人来打扰 又来又有这个人 那个人来打扰呢 怎么可以这样子吗 对不对 你不用想 只要觉得在上上待就好了 这样子下呢 然后后面 我妈 她们也不 不让我们出来 知道吗 然后 我哥就把我们带到了 带到了 这城市里面来 但是 哎呀 只能说一难批嘛 什么都是 对不对 顺着天意 对不对 就是爱哥姐们 听从天上安排 是不是 而且要 哎 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 我儿子姐这个人呀 就是太善良 什么都不会 什么话都 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他都不会放在嘴边 他只会憋在心里面 而我呢 什么话我都能说得出来 我儿子姐他 不知道去哪里了 他不回来 都怪阿伟他们 知道吗 就是他们扯出来的 知道 是爱哥姐们 就是唐桃和他们 也能扯出来的 就是他们扯出来的 知道吧 叔叔爱哥姐们 那 哦 都怪那个 有些人 有些人 就是 有些人就是怎么说 那不自爱 不自重 知道吧 叔叔爱哥姐们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不自爱 知道吗 我儿子姐的话 他很矜持 很腼腆 他也不会说 这样子 那样子 他也不会 对不对 而那个什么 某某某某某某人呢 直接 直接表白 直接 把压力 给到我们这边 知道吧 叔叔爱哥姐们 我姐呢 她是个一些 心底善恋的 普普通通通的一个 普普通通的一个 小女孩 对不对 她怎么可能会想那么多 她又不是什么人 她又不是那种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有些人 你们是不知道 我说的有些人 你们是不知道 我说的有些人 你们应该不知道吧 我今天 就要为我儿子姐 找想 知道吗 我儿子姐 这一步 走来也不容易 对不对 从山里面 到城市里面 也不容易 刚开始 说让我们过好的 吃好的 喝好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 是不是 那时候 她是怎么说的 然后后面 出事情了 出事情了 她又是怎么 对我们的 你们都记在心里 对不对 看在心里 看在眼里 是不是 你们也看到了的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还有 我们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谁帮助了我们 你们也应该 清楚得很 叔叔爱哥姐们 是一种 是一种 知道吗 她把我们两个 带到了她 那里上巴 对不对 天天给我们两个 吃好的 喝好的 睡好的 从遇到了 遇到了老板之后 我们就平平荡荡的 开始生活了 日子也越来 过得越来越好了 可有些人呢 嫉妒 知道吗 嫉妒 知道吗 以前 以前不珍惜 对不对 现在 遇到了一个 我们遇到了一个 好的老板 她又嫉妒了 她又各种手段 对不对 来搞我们 来说 娃子姐 这样子 那样子的 话里有话的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怎么某某人 某某人也 昨天一直在 巴拉巴拉的说 内含娃子姐 她以为我们没看 我们可是看了的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可娃子姐呢 偏偏就是 可娃子姐偏偏就是心小的那种 经不起这么大的那种 你们是不知道 我儿子姐昨天是怎么样的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她就像热锅上的麻一样 走过来 走过去走过来 走过去 吵得我 吵得我都不睡觉 然后我就 早晨的时候 我就睡了一会儿 睡了一会儿之后 我起来的时候 我姐就 我姐就不在了 知道吗 她就走了 她就带上她自己的行李 然后 她就走了 知道吗 她 她也帮我一个人 跑在这里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巴拉巴拉的 在那里内含我们 我可不喜欢这样子 我也不想让我儿子姐 我也不想让我儿子姐 受到欺负 我现在这么做 都是为了 都是为了什么 想让我儿子姐早点回来 今天 今天我儿子姐 走了之后 老板爷 老板爷其实 我看在心里面 他是在乎我儿子姐的 他也挺在乎我儿子姐的 他也很着急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他也特别的着急 他也怕我儿子姐 就是那种 对不对 我儿子姐 他一个人 啥也不懂的 又是从山上里面来的 对不对 你们也知道 我儿子姐是从山上里面来的 是不是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都看在眼里的 我们是从一家人一样 是从一点一滴的 从山上里面走出来的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上次我们过年了 是谁把我们接出来的 你们也知道 是一种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我今天就 阿伟的话 前面 前面 对我们好好的 后面 我觉得 他觉得 我儿子姐这个人 他啥也不会 他 他 只会干那些 出活 只会干那些 乱七八糟的 他不 我儿子姐 他没有文化 他不会干电脑啊 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 之类的 不会操作这种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然后他就嫌弃我儿子姐 那肯定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那我儿子姐 啥也不会 我为什么 我要把 为什么要把他 接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为什么要把他 那个 还要那种 是不是 怎么可能 对不对 一个人 一个人 他那种的话 怎么可能 是不是叔叔爱哥姐们 还有那个什么 某某某人 还说什么 不喜欢阿伟 明明就是 看都看得出来了 还说不喜欢阿伟 还说觉得我儿子姐和 还说我儿子姐要是和阿伟 哥也好好的在一起了 还说什么 他让给他让给我儿子姐 这样子说的 哼 他明知道 那个阿伟的爸爸 不同意我儿子姐 他们两个在一起 他还这样子说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什么人嘛 对不对 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 对不对 哼 他明知道 那个阿伟的爸爸 不同意我儿子姐 他们两个在一起 他还这样子说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什么人嘛 对不对 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呢 对不对 他心里面是 按的什么心呀 他非要把我儿子姐逼走了 他就开心吗 难道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来 你们觉得阿伯说的对的 你就在鼓皮上口疑 好不好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觉得阿伯说的对的 你就在鼓皮上口疑 我直接吁了 知道吧 什么人嘛 对不对 他是不是要把我儿子姐逼疯 他才甘心 得不到 他就要毁掉 对不对 我儿子姐是真的心地善良 他自己什么都没有 他走了 他都要让老板 好好的照顾我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说这种不是好人 那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有人会来欺负他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心太善良了 我儿子姐 所以老是时不时的有人来欺负他 我不希望这样 我也不想看到这样以后 以后 我不会让我儿子姐 被别人欺负 我要好好的保护我儿子姐 别人说我儿子姐 我也会说 说过去 我不会让我儿子姐受到一点的委屈 就算是弥补我以前之前的过错 虽然我以前做了很多错事 但是 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我姐姐对我那么好 我不应该这样子对她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我姐对我那么好 我不应该这样子对她 我要好好的对她 我要好好的 弥补我的过错 以前的过错 叔叔爱哥姐们 我今天就要看看 我今天就要看看 她还要干出什么来 有些人 故意的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以前我儿子姐 以前我儿子姐 对吧 在上社的时候 还说什么 因为我儿子姐 她用掉了什么什么什么 毁掉了 连自己的公司 这样子这样子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吗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动脑机 想一下怎么可能吗 还不是因为我儿子姐 啥也不会干 啥也不会干 就是像拖油皮一样 还不是这样子 所以她是这样子的 她因为我不知道吗 她把我当什么 对不对 她把我当什么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我不希望 我不会让我儿子姐 难看了 以后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也不会让她操心了 我也不会让她操心了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这一次的话 我真的想好了 我以后 好好的听我儿子姐的话 只要她能回来 只要她能回来 只要她能把我 告诉我弟子 让我去她那边 好好的发展 我就不会再调皮了 我必须要让我儿子姐 讨回公道 我必须要替我儿子姐 讨回公道 我不想看到这些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阿伟哥 你们不要说阿伟哥了 阿伟哥的事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吧 不要说阿伟哥 阿伟哥 你们有些人 就一直替她说话 知道吧 我就不知道 她有什么好的 对不对 叔叔爱哥姐们 她继续用手段 还有那个什么人 那个老女人 她以为她自己 她自己很 很那个啥吗 一直在说我儿子姐 一直把压力 给到我儿子姐这边来 老是这样子说 真的是浮语了什么什么 对不对 她以为她是谁呀 她以为她是谁呀 笑死了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说爱莫说的对吧 虽然我儿子姐不在 但是我还要振作起来 她怎么可以 唉 我儿子姐也是啊 她走的话 也带上我嘛 对不对 她一个人走 她又不认识字 对不对 她是还不懂 不知道她心 她真的太伤心了 知道吗 她的心已经碎了 所以我了解她 我 我理解她 因为她的 她的心已经碎了 所以她是这样子的 知道吗 别人老是来说她 我儿子姐又不欠谁的 对不对 我儿子姐又不欠谁的 她又不做什么 她又没做出什么 是 老是有人针对她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有些人就不在自己的身上 找原因 只会把那些不好的 推在别人身上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 我说的有些人 你们也应该知道 不叔叔爱哥姐们 对不对 真的是个狐狸精神了 无语语了 真的是太害怕了 叔叔爱哥姐们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知道吧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她的 反正我觉得是佩服这个人 都是怪她 都怪她知道吧 不然我儿子姐都不会这样子 不然我儿子姐就不会走了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我儿子姐就不会走的 我儿子姐又乖乖的 我儿子姐又平平淡淡的 本来现在日子过得那么好 老板也对我们那么好 人家就是嫉妒羡慕 知道吧 别人就是嫉妒羡慕 他不想让我儿子姐 我们两个过得那么好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给她一点阳光 她就灿烂的那种 知道吗 叔叔爱哥姐们 这就什么 就像你们说的 打扎狗比萨 就像你们说的 这种人是什么 狐狸什么 叔叔爱哥姐们 你们说的对吗 阿姨默说的对不对 她以为这样子就 我们这边就没有人了 我们这边也是有人的 老板呢 对不对 阿姨默的对不对 老板 我们两个是不会让我儿子姐 受到一点的委屈 是不会的 不可能的事情 别人怎么想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是要好好地 保护我儿子姐 虽然我儿子姐 现在不在啊